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高 今天要玩的是沙漠蜻蜓 同樣地龍 這隻很常被拿來跟烈魯莎比較 雖然種族子比不上 但他的顏值高到爆表 而且還能學會烈魯莎學不會的龍之舞 不過今天我要玩的是特工型的 除了本身能夠學會弱者限定的專屬技能 爆音波 威力高達100次之外 其實在珠子還新增了很多聲音類的招式 比如沒有之聲啊 或者精神噪音 都可以觸發我們攜帶的爽口噴霧 進一步提升特工一個等級 娜選擇太監一般還能讓爆音波增傷 真空波是過去學不會的招式 這次加入也能讓他多一個先制技 非常有趣 基礎點數的話吧 特工以及速度練滿 好的那閒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精彩對決吧 好那來看一下 哇 他又是一個 駭惡循環的隊伍啊 可以劇毒回血啊 然後吃吼霸配 保姆漫波 都可以無限的一直補血 非常的麻煩 剩下靠草苗啊 或者 多龍來突破吧 那這隊我就必須選賽富好了吧 然後如果先發赤金光花的話 我感覺我們 先選個羽翅爾應該不錯 而且好險第一場我們是玩精神噪音的哦 所以他這隊其實我們非常的好打 不用那麼不用一直回血 那我選個蜻蜓好了 好那這邊對戰開始 對手第一隻是先上這個保姆漫波 那如果是上這隻的話 他應該也沒什麼事可以做吧 他在上這隻就是先來觀察我的哦 我就不相信這隻坦 他能玩出什麼花樣 頂多就祈願吧 好熱水直接噴 那不要灼燒就 好灼燒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是特殊型的嘛 不吃這個灼燒的 物攻減半 所以我可以直接重返了吧 我們可以先重返走 上賽富豪 其實上蜻蜓也可以啊 因為我們蜻蜓是玩特殊型的 而且熱水減半 我覺得我們上蜻蜓好了 這邊直接上蜻蜓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 爽後噴霧做出來 這樣就可以先提升特攻了 結果對方這邊選擇水反 哇 不繼續噴熱水嗎 他看到我們蜻蜓這邊是後手出來 選的是天蠍王 好吧 那天蠍王的話有點尷尬的是 我們是泰晶一般的 所以還是得吃他的劇毒喔 不然正常都是泰晶剛的 不過我們的精神噪音可以封鎖他的回血 讓他沒辦法 一直害惡的循環 好這邊對手選擇替身 那非常的賺喔 提升 我們是聲音類的招式啊 所以可以直接穿透 而且接下來提升特攻 他就完全擋不住囉 遊戲結束 好他沒辦法回血 所以我就可以泰晶化 一樣 暴音波是聲音類的招式 我們可以連同替身一起貫穿掉 而且我們先把一隻循環打掉 他後面就很難打了 遇到你真的是太好了耶 還剛好第一場就讓我遇到 這種快樂循環的 第一圖刺是什麼鬼 第一圖刺是什麼鬼 哇哩咧 好沒事 我級別對戰只有輸這場而已 哈哈哈 目前也才剛玩 用這個隊伍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場 第一場的對手一擊狗 那這個對手也是天蠍王 哇 我才剛把精神噪音換回來 怎麼又遇到一隻 看起來像是耐久獸的隊伍 他可以玩獨靈的耐久循環 配上 劇毒寶珠的天蠍王啊 年美容 或者 炎炎怪都可以非常的噁心 所以我們先選 羽翅喔 然後再選一隻沙漠蜻蜓 嗯 這對感覺又要再選一隻賽夫好了 因為如果是玩毒 我們可以免疫 而且如果是突擊背心的年美容 我們可以用精神衝擊來打 好那我們就選這三隻吧 先對手先上火神鵝啊 哇 這個 有點被剋爆了 怎麼第一隻上火神鵝啊 喔 又會上個多龍之類的 那我們這威嚇就沒有用了 這裡我可能必須得 焦太金了吧 然後 先連連王好了啦 他不見得會跌五 因為他這邊 直接火之五過來 優勢超級大 好火之五OK 哇 這有那麼痛嗎 我有抗性耶 所以他是眼鏡的是不是 這傷害太誇張囉 那如果是眼鏡 他這邊得換人 我們先動風好了 可以控制他下一隻速度 年美容 真的有選年美容 那 可能就 不太好打了捏 因為對手 突擊背心可能性非常高 就算沒有突擊背心 他的耐久 特防耐久也是非常變態 所以我就重返吧 看他丟什麼招 確定他的道具好了 十萬嗎 十萬的話 我們上 沙漠蜻蜓 還是他是不是玩 鐵壁加鋪級的 也有可能 OK 十萬OK 那如果這邊是有十萬的 就是四弓型的吧 四弓配一個那個 突擊背心的 所以 很難打得動 我們直接換賽富豪好了 因為對方這邊 可能流星群再炸過來吧 而且他如果敢丟流星群 這邊他就得 被迫換人了 因為他的傷害就不夠 好 對方流星群 打到我們的賽富豪完全不會痛 其實還蠻痛的 好 那 沒關係 我可以先暗影球 因為他可能再換回 那個 火神鵝 我需要先給他一個傷害 好 我們暗影球 這個 新日之爪有發動嗎 OK 對手換 哇 那這個發動就沒有意義了 欸 怎麼有點搞笑 好 這邊對手 果然上火神鵝 火神鵝 火神鵝採用我們0年王 所以我的暗影球可以打多少 差不多快一半 好 我們再上 羽刺 他是眼鏡的話 我們可能只能得 犧牲 這個羽刺 有 而且其實他採年年王 速度就會比我們的 賽富豪還要慢 過熱嗎 過熱還不死喔 哇 我的 我的羽刺耳耐久型的果然非常的強 他選過熱的話也廢掉了 那我再 動風 降他速度一擊 OK 可以多少做一點傷害 已經差不多一半了 雖然打他也不會痛 不過 他被降特攻2級 還有速度一級 後面就得換了吧 這樣子他後面得換了 那這邊我們可以直接上 蜻蜓了 而且他看到蜻蜓 就不敢上 那個年美龍了吧 因為他不敢上來接大弟弟 所以我們直接沒有直升 抓他的 多龍 媽 是多龍嗎 喔 他最後是岩石巨靈 好吧 岩石巨靈的話 那還可以吧 因為我們是用 魅幼直升嘛 所以 雖然打他不會痛 可是我們觸發了 爽喉噴霧 這邊提升了特攻一擊 喔 是聖犯的是不是 所以可能會有守住 我就大弟弟吧 他這邊 得交太金喔 沒有交 喔 送掉嗎 好 好 那這樣我們先收掉對手的岩石巨靈 怎麼再上年美龍啊 這樣他 就會太金化這一隻了吧 對啊 因為我們有大弟弟嘛 他前面已經看過了 太金飛行嗎 如果是太金飛行 我可能 爆音波會比較好 好 那這邊對手果然交出太金化 那我們來看一下是太金化什麼屬性 OK 有抓到 果然是飛行的喔 那這樣我們打 爆音波就不會太虧了 OK 就算有突擊背心也快一半了 好 對方選擇用流星群 把我們收掉 那他這樣子 下降特攻 又得換人喔 不然他打不過我的賽富豪 好那最後我們剩下這隻賽富豪 這邊應該對手得換人了吧 因為他的 這邊已經 特攻下降了兩級嘛 所以我們先按一球 收掉他的火神惡好了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先置之爪 啊怎麼每次都是 對手換人的時候 我們觸發這個先置之爪 那這道具 就等於完全沒用呢 好才黏黏網 這一發應該受得掉吧 剛好過半血 OK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對手剩下黏美容 他應該是突擊背心的啦 那如果是突擊背心 其實也不好打喔 那這樣的話 我可能得強化了 先軌跡一次 然後提升特攻兩級 我們用精神衝擊 因為精神衝擊是打 對手的物防 好我需要先軌跡一次 應該秒得掉吧 打他物防 好噴射火焰 差點死喔 好既然都強化了 接下來我只能拼一把 精神衝擊會比較痛 秒得掉吧 怎麼 還要害 這個雖然我是覺得不用要害也受得掉啦 不過既然要害了那當然是最好的 好啦謝謝指教 好那來看一下這場對手 他竟然有突音娜耶 還有洗衣機加金光花的毒隊嗎 因為他可以玩那個突音娜加鋁剛橋的 比較噁心的循環吧 那這隊有可能是洗衣機先發 那我選個大牛拉不錯 而且他有一隻突音娜喔 所以我可以用特殊型的蜻蜓來騙他 感覺蠻有趣喔 最後選一隻河馬獸 就是三隻幫 好那這邊對手是先派閃光王牌 閃光王牌那還行吧 我們先擊掌他 看有沒有機會中毒到啦 好那這邊對手選擇換人 換誰 圖茵娜 所以是頭盔的這隻 OK頭盔 他想要反我們的皮帶 然後我們也想要反他的皮帶 所以也許 劇毒吧 劇毒語氣之類的 我們先挑釁一下 反正他的欺詐打我們減半了 直接欺詐也覺得痛 好欺詐 其實還蠻痛的 因為我們固執的啦 所以傷害很高 那我覺得不用硬打好了 我們先換河馬 這樣可以把起點做出來 而且 他也已經被挑釁過了 所以對手 不可能對我們的河馬獸用挑釁喔 劇毒也沒辦法 OK繼續欺詐 接下來對手 替換的可能很高 我需要先哈欺 逼他再換 好沒問題 不知道這位是誰 怎麼敢上這隻 那這樣他得重返走了吧 不然就要被碎喔 如果重返走的話 我可能 先把隱嫌做出來不錯 沒換 直接選擇太低話 太火火焰球是不是 太冰的喔 還蠻少見的喔 那我這裡有機會扛得住嗎 我這隻特耐的 特耐的好像沒辦法 扛個 啊 不行喔 我的河馬獸倒下了 不過 對手也要睡了耶 他寧願睡著嗎 還是他有木質果 沒有 好吧那這樣 我也別無選擇了 既然你這麼愛睡 我們就上蜻蜓吧 而且他是有圖茵娜的喔 所以圖茵娜的話 我們先來個 沒有之聲應該會比較痛 招式威力兩倍 160 那爆音波是140 太進化會比較痛啊 但是我太進化 不太想要這麼早交 我們沒有之聲 好 對手換 那應該就是圖茵娜 他可能覺得我們是 攻擊型的 哈哈 很抱歉我是 特殊型的 哇其實還蠻耐久的 不過再加上這個爽喉噴霧 一樣可以收得掉 所以我就得 太進化 爆音波 直接帶走 啊 想要送王牌是不是 很忙喔 這個對手 嘴痛的 爆音波 好 那這樣我們先收掉對手的閃煙王牌 最後一隻應該是那個嗎 鋁鋼橋嗎 而且殺爆也沒了喔 所以我不會持續掉血 這邊 最後是洗衣機是不是 洗衣機喔 我也只能爆音波 我感覺收不掉 他這個 其實耐久也很高 對手也收不掉我 哈哈 好那可以喔 那接下來 應該就無腦推了吧 哈囉 哇這裡還集中要海 他的那個什麼 Twinna也解決不了我們 速度太慢了 接不住我們的 最強的 爆音波連發 直接帶走 咚 好啦 OK 那我們就感謝對手指教啦 我真的以為他最後是鋁鋼橋耶 感覺配上來相信也蠻好的 好那來看一下這場對手是快龍草喵 然後大女拉賀月 配上賽富豪跟海人的組合 這隊也是一個對面構築 草喵先發的可能性很高喔 不然就是 大扭拉也有可能 因為他可以抓我們蠻多隻寶可夢嘛 我們先選擇大扭拉好了 可以抓他的草喵 也可以比較好打他的海人 要針對他的大扭拉跟快龍 我可能選一隻 河馬獸不錯 最後我們再選一隻 蜻蜓 上來獸頭 就是三隻幫 好那這邊對手 然後 結果首發是這個海人嗎 那這個我優勢就超級大 他這邊就得 換人了吧 不然就腳太精華了 我可以先 擊掌一個 不換 怎麼會不換 不換我科命爪就死了捏 還是他有自信可以扛過我們的科命爪 來喔 你的異色寶可夢這樣子送掉 這麼有想法的嗎 下一隻上鶴月喔 鶴月我近戰就沒人捏 哇 他這場是怎樣 還是他剛好都選到被我嗑的 不想玩了 進戰 OK 喔 還耐得住是不是 好吧 我想多了 他的 耐久管也是 非常的OP 喔 不過這個毒手發動呢 非常的爽喔 所以他可能大蒂蒂是不是 還血月 血月的話我要用河馬獸來接 大蒂蒂是蜻蜓 我覺得大蒂蒂吧 我覺得大蒂蒂吧 OK 遊戲結束了 他還是剩飯的啊 可以讓他狗活一點 這樣不見得兩次可以毒的死 不過也慘了啦 所以我們可以 爆音波收掉 我覺得妹又好了 因為爆音波有機會 他如果最後一隻賽夫好 我們有機會是會miss的 好 妹又自身 這樣剛好收掉 而且我們來觸發 爽喉噴霧 接下來就有趣囉 最後草喵啊 草喵我其實真空波送掉就可以了 反正最後可以留太金化給河馬 不然就是留給大紐拉都不錯 那我直接真空波 好我完全不會痛喔 三旋擊喔 也許頭帶 如果頭帶的話 這場就結束了呢 因為頭帶版三旋擊嘛 而且還有機會miss 所以我覺得太金剛 地震就收得掉了吧 好繼續三旋擊 這個傷害也太可笑了吧 還把地震帶得走 OK 真不愧是河馬獸啊 好啦 那我們就謝謝對手指教啦 不客人 巧克力 因為今天是可以 河馬獸 真的有病 我們可以找到 太子窩了 真的有甚至 感谢观看